很讓人困擾的一名辦公室 比如說我現在覺得哇 我就是我屁股整個太垂了 那我就可以一邊公布 摺摺開箱 今天最後面一樣會有抽獎 所以請大家記得看到最後 並且要開啟CC字幕喔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樣 是一個經常需要久坐的上班族 坐在椅子前面可能就是 一坐就是好幾個小時 久坐呢可能會造成你的坐骨神經痛 不要講得那麼直覺 坐骨心緊痛就是水甘冒油味 坐姓腰痛 而且是肌腹痛痛 好厲害 健身中醫關心烈 反正坐久了 其實對我們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就對了 這個狀況有時候有點難避免 那我們今天要來介紹的就是一款 可以讓你試試看 工作的時候換個姿勢 看會不會好一點的一個產品 這個東西叫做Moft Z隱形升降筆電架 你現在可以看到它的那個包裝上面的照片 顧名思義就是它是一個 搬得筆電架的高一點 讓你可以本來是坐著打電腦 可以換成站起來用一下電腦 換個姿勢調整一下你的狀態 舒緩一下你的身體 那我們就趕快先打開來看一下它是怎麼樣 打開來呢我們看到它是長這個樣子 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一塊平板這樣 一攤開你會看到哇 它有就是這樣長長的可以 折來折去凹來凹去的這樣子好幾面 那它這個支架呢 它其實不只是讓你可以站著使用 我們剛剛給大家看到它有這麼多翻來翻去的變化 所以它一共可以被折成三種不同的角度 讓你來架你的筆電 或者是平板之類的東西 所以我們來一一的來看一下 其實你可以看到啊 像它背面這邊 這款是灰色的 它還有其他顏色 但你可以看到說 它這個打開的地方 這個黑黑的這一塊 它其實是磁鐵 所以你看它扣起來的時候就會有一個磁鐵吸附的聲音 就是這種 然後這邊也是可以吸的 所以譬如說如果像我們剛剛在給大家看的那個高度 就是你可以從這邊把它吸附起來 這樣子 它就比較穩了 就是25度的角度 所以你看像這一台筆電 我把它放在上面的話 它這邊可以把它稍微翻起來 然後讓你的筆電的下緣 直接去扣的卡在這裡 固定在這個地方 它就會像這樣子固定 就可以把它立成這樣子 然後開始用電腦 讓你的筆電螢幕 變得跟你的視線比較平行一點 你就不會一直要往下看 如果我們一般用電腦的時候 差不多是這樣吧 你就是一直這樣子看電腦 一直看電腦 但是你把它架高一點的時候 你的視線往上 其實對你在看的時候 或者是對你的手 其實都會蠻好的 這是它在25度的時候的樣子 接下來呢 它還有第二種高度的角度 是45度 45度的做法是這樣 把這邊本來合起來 這一塊打開 然後翻到另外一面來 把它卡在這個地方 反正就變這樣 就變比較高了 就變45度 那45度這時候呢 你把筆電架上去 會變成大概像這樣子 你會看到說 螢幕就是非常的 在我的視線平行的地方 可是其實這樣子 要打字的話 沒有那麼好打 你看會整個變這樣 所以呢團隊會建議 如果你把它架成45度角的時候 你可以考慮另外用一個 像這樣子藍牙鍵盤 螢幕我還是把它架在這邊看 但是我打字的時候 是在藍牙鍵盤上面打字 這樣子 就會比較舒服 那我們現在來示範 把它變成第三種角度 就是60度 60度的話 把它裡面的這一塊 拉出來 這樣子 這樣子對不對 然後跟後面的這裡 黏在一起 就變這樣 有沒有看到更高了 變60度 這樣子的高度的時候 就讓你可以把像平板 放在這裡 然後就可以直接這樣子看 我們這邊現在有一個 小的平板 把它夾在這邊 你看 就變成這樣子 看漫畫很小 欸對啊 看漫畫多好 欸拿都不用拿 看漫畫看影片 滑平板都很方便就對了 這蠻有趣的耶 感覺有點抑制 那我們現在正式要來挑戰的 就是我們今天聊到的這個 站著工作的這個新的潮流 到底站著工作 會是什麼樣的一個狀態呢 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把它這樣子吸在這邊 讓它再穩固一點 你看它變成一個 這邊有個Z字型在這裡 Morphed Z就是這個意思 讓它做成Z字型 然後讓你可以把筆電架在上面 所以我現在來架一下 比如說這樣子放上來 喔 所以你看它現在已經高到 我坐著的時候 已經不是跟我一個平行了 所以這時候你就要 可以站起來使用 站著工作的新潮流 就是像我現在這樣 走在時代的尖端 就必須要這樣 而且我剛剛站起來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 我覺得腰蠻酸的耶 真的是平常坐太久 你知道一站起來就馬上有一種 很想再坐回去的感覺 但是這是不好的 你懂嗎 當你有這樣的想法的時候 就表示你要盡量逼自己多站 不然的話沒多久你就會後悔 看腰部背部這邊 一站起來就有一種 好像很緊的感覺 這時候就是表示 你的健康問題出狀況了 你就是要開始變換一下姿勢 來調整自己的身體狀態 我覺得我站這樣好像那種 在那個舞台上表演 會有一個在旁邊弄那個的人 就是用電子音樂的那種 就是那種 感覺好像很厲害 但是如果我這樣子用電腦的話 我應該可以一邊用電腦 一邊做一些運動 比如說 很讓人困擾的一名辦公室 比如說我現在覺得 哇 就是我屁股整個太垂了 那我就可以一邊攻不回 或者是 比如說你左右移動 5 6 7 8 誰的骨盆最端正 你們要有回應啊 誰的骨盆最端正 我的骨盆最端正 誰的小腿內側眉 你們兩個都沒有回應 要回應什麼 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 誰的骨盆最端正 我現在可以來一邊做運動 一邊來回覆大家的留言給大家看看 證明說這件事情是可以做得到的 可以啊 你看 我學說我現在在做運動 跟我一起做 可以打得出來啊 那我們接下來要來測驗的 就是這個MOTZ的沉重的程度 因為它號稱說它上面的沉重可以到最高10公斤 但雖然說我們一般的電腦應該都不太會需要重到10公斤那麼重 但是我們可以來試試看它上面放了一些比較重的東西會不會垮掉 因為它其實做得蠻薄的 攤平的時候只有1.2公分 大家就會很擔心說它會不會不夠穩 這樣讓你在打字的時候可能會滑掉或是怎麼樣 所以我們現在來放一個重物上去試試看 給大家看一下 這就是6200M的超大瓶礦泉水 我們把它放上去 如果說它沒事的話 應該大部分的電腦都沒差了吧 不會有電腦那麼重的吧 好先放一本書在上面 讓它整個是平的 然後再放這個上去 它就會更重耶其實 是啊 來 它OK耶 它OK的啊 很穩 看到沒有 應該不會有人比它再重了吧 電腦的話 所以基本上它的沉重是OK的 而且也不太會晃 你看我這樣子弄它都還好 過關了啦 因為它的這個結構好像是有特殊的設計 讓它的那個支撐度會再更強一點 所以它雖然是在蠻薄的狀態之下 它還是可以做到就是蠻穩固的 然後它的重量 就我們剛好講到它的厚薄度是大概1.2公分 那重量大概是890克 好像現在市面上有一些 類似像這種筆電之下把它架到高一點的 是有時候可以重達2公斤 可是它只是不到1公斤這樣 蠻適合你可以放一個在辦公室 好那這個MOFT Z呢 大家有看到它背面有這個灰色的顏色嗎 但它其實還有另外三種顏色 可以讓大家選 其中裡面一樣都是這個黑色的 但是它背面這邊有橘色、藍色、灰色、黑色 四種顏色可以讓你選擇 像橘色跟藍色我覺得就是蠻有那種都會時尚的感覺 你買了那個顏色放在辦公室 大家就覺得哇 你真是走在時代的尖端 那種感覺 你用的時候還一定會用 對 就是有一種哇 充滿了未來感 相當不錯的 大家可以自己去找來看一下 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開箱 我們會把這個MOFT Z的更多資訊 放在影片底下的更多資訊欄 大家可以自己去找來看 最後面呢我們一樣要抽出一個MOFT Z來送給幸運的觀眾 所以只要你完成以下的兩個步驟 第一個是訂閱我們的頻道 第二個是在影片底下留言 Hashtag 嘖嘖開箱 就有機會可以得到它了 請大家都要好好的保護自己的腰 我們下次見 再來一次 誰的骨盆最端正 我的骨盆最端正 誰的小腿內側眉 我的小腿內側眉 誰的大腿外側沒有 短短短短短短短 我的大腿內側眉 短短短短短 同學做的真是棒 你吃膠的真是棒 好 你看 很棒吧 ふ到底 están 沒辦法 小腿二 馬